两个熊孩子发现父母的枕头底下 藏着两只奇怪的气球 他们兴奋地拿到父亲跟前晃悠 梅承祥惹来了父亲的满腔怒火 一只气球被他猛地扎破 随后追着淘气的儿子一顿毒打 今天势必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完整的童年 原来儿子手里拿着的 正是家里唯一的寄生用品 都说男人三十猛如虎 达杰对这句话深有体会 因为最近他感觉身体格外地燥热 每晚都要和妻子着嘎云语一番 但放在枕头下的小雨伞总是不翼而飞 如今才知道是被俩小屁孩当玩具拿走了 他警告两个儿子以后不准再玩这个了 一旁的老父亲不明所以 不就是气球干嘛不让孩子玩 达杰非常羞耻 不知道怎么跟老父亲解释 只能答应下次去县城的时候 给孩子买真正的彩色气球 老父亲转眼说起种羊的事情 如今到了动物繁殖的季节 于是达杰去朋友家借了一只 给家里的母羊们交配 这次借来的种羊十分强悍 达杰和老父亲拼尽全力才能拉住他 骑着他放进羊圈里 等待小羊羔的出生 卓嘎看到种羊的迫不及待 不禁调侃起达杰 说夜晚的他就跟这只种羊一模一样 达杰表面不好意思 实则内心十分开心 因为这是妻子对他能力的一种赞赏 他们结婚多年 夫妻感情一直很好 卓嘎把家里家外操持地紧紧有条 还给生下了三个儿子 这在重视传承香火的藏族地区 是非常能干的女性的代表 但正是这种繁衍能力让卓嘎十分苦恼 他悄悄来到卫生所 想找医生做结杂手术 去了那以后发现只有男医生 唯一的女医生出诊了 他十分不好意思 只能解释说是女人的病 要等到女医生回来他才愿意看 男医生有些不满说什么年代了 看病还害羞真搞不懂他们 就在这时女医生回来了 卓嘎才吞吞吐吐地说 自己想做结杂手术 女医生十分不解 先前卫生所给每家每户 都发了寄生用品 干嘛非要做手术 卓嘎十分不好意思地说都用完了 丈夫这段时间又恢复到了 年轻时候的状态 根本不够用 女医生取笑了她一番 说下个月还有几个要做手术的妇女 到时候跟她们一起吧 卓嘎可等不了了 希望能尽快完成手术一劳永逸 女医生调侃她的丈夫 就跟那种羊一样 然后在她走之前 把自己的寄生用品给了卓嘎 希望可以帮她顶一顶 卓嘎只能先回家 回去之后发现丈夫正在抓一只母羊 准备卖掉给儿子交学费 卓嘎不解地问达姐 这只母羊一只老是本分怎么就选她呢 达姐却说这只羊这么久不下载 留着也没用还不如卖了 卓嘎沉默了 她觉得自己跟这只母羊没什么区别 好像他们生来就是为生孩子而存在 一旦不能生了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当天夜里丈夫又急着要发泄 却怎么都找不到枕头下的寄生用品 原来白天的时候 家里的两个熊孩子把东西拿走了 他们把这东西当成了气球 跟邻居家的孩子换了一个口哨 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谁知就在村里人都过来帮达姐家 给羊炮药育的时候 邻居突然怒气冲冲地找了过来 说他的儿子昨晚当着全家人的面 在饭桌上吹起了气球 把他们休得不该如何是好 他的女儿更是休得跑出了家 到现在都没回来 邻居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达姐没管教好儿子 于是俩人就这么吵了起来 后来甚至跑到沟里打得不可开交 淘气的儿子还吹着哨子给达姐加油打气 一时间他们都沉默了 而卓嘎却因为那天没做错事 意外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女人想拿掉腹中的孩子 丈夫知道后狠狠甩了他一巴掌 但女人不是心狠 而是他已经生了三个儿子了 如今计划生育管的言 再生是要罚款的 可丈夫却执意要让他生下来 因为他父亲前不久去世了 大师告诉他妻子腹中的孩子 就是他父亲的再生转世 在信仰伊斯兰教的藏族土地上 人们对投胎转世的传说深信不疑 大姐的大儿子江阳因为后背有一颗 跟去世奶奶一样的黑质 因此他刚生下来就被认为是奶奶的转世 所以他在家里也格外的受优待 卓嘎的妹妹卓马多年前出家为妮 这次因为寺院修缮 所有的尼姑都要去四处化缘 卓马回到了姐姐的村镇 顺便接外生江阳一同回家 就在他在操场等的时候 却遇到了害他变成尼姑的恋人 那段过去让卓马十分痛苦 不想跟他多说话 在等到外甥以后他迫不及待要离开 德本家教助了他给了他一本书 里面记录的是他跟卓马的爱情故事 回家的路上外甥江阳告诉他 德本家老师已经离婚了 他最近过得很痛苦 卓马沉默了停留在第一夜迟迟不敢打开 回去以后姐姐看到了这本书 知道是德本家这个父亲汉送了以后 直接丢进了火炉里 卓马还是放不下这个男人 直接伸手把书从火里捡了回来 把卓嘎气得又急又闹 还是心疼地帮他上好了烫伤药 结果没几天卓嘎在捡牛粪的时候 德本家找上了门 他想见卓马一面 澄清当年的误会 但卓嘎一点都不待见这个让妹妹变成尼姑的罪人 骗他说卓马已经回寺院了 还把他写的那本书还给了他 告诉他不管有什么误会都过去了 以后别再来打扰卓马了 而卓马找不到那本书来问姐姐 卓越没有告诉他事情 只说他也不知道 他知道妹妹心里还有那个男人 既然他割舍不下 那就让他来帮他一把 而卓嘎家的母羊完成了配种 丈夫达结带着大儿子江羊 准备把借来配种的种羊还回去 达结跟借他羊的朋友喝得不一越乎 还说今晚要不醉不休 正在他们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时候 电话响了 江羊一接受了一个噩耗 爷爷在放羊的时候突然生病去世了 达结久久回不过神来 半想之后他摸着黑和江羊打了回去 屋外已经点上了火盆 屋内坐满了诵经祈福的和尚 达结和江羊点上一盏苏油灯 跪下给逝去的老人磕了个头 大师告诉他们 凌晨四五点的时候可以出币 到了时辰他们把老人的遗体搬出来 齐历抬上了小货车 然后坐上了车送老人下葬 达结还带着江羊去拜见上师 询问父亲怎样才可以投胎转世到自己家 上师告诉他只要念经祈福六天就可以 回去之后他告诉卓嘎这件事 卓嘎觉得不太可能 如今三个儿子还小 卓马又是个尼姑 怎么可能会有新生儿降生在他们家 结果当晚卓嘎就做了个梦 梦见家里那头三年不下载的母羊生了个小羊羔 可能那就是父亲的转世 达结却觉得不可能 卓嘎担心不会是自己怀孕了吧 结果一检查发现真的是自己 女医生劝他不要留下这个孩子 他又不是生孩子的机器 卓嘎没有阴生 回去以后他跟达结说了这个事 说自己想把孩子拿掉 结果达结十分生气 说这个胎儿一定是父亲的转世 他怎么忍心不要他 就算超生要罚款他也要养 越说越生气还打了卓嘎 卓嘎委屈极了他也是为了这个家 为了孩子们的以后着想 而且他真的不想生了 女人正在进行流产手术 丈夫和儿子却突然闯进手术室 他们苦苦祈求他生下这个孩子 因为女人怀孕之前 丈夫曾找大事算过 这副中的胎儿可能就是去世父亲的转世 因此他坚决要把孩子生下来 但卓嘎却不想要这个孩子 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儿子 家里本就不富裕 如今已经很吃力了 如果再生第四胎 那他们真的要去喝西北风 卓嘎问妹妹的意见 本以为妹妹会赞同他的做法 没想到妹妹却说离世的老人能转世到自己家 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 卓嘎忘了妹妹是尼姑他最相信这些了 晚上卓嘎跟丈夫说 大事可能算错了 父亲离世还没有七七四十九天 怎么可能转世到他的肚子里 丈夫却十分生气说大事不可能算错 还说因为不是他的父母 所以卓嘎才敢说要拿掉孩子的话 卓嘎简直没有良心 第二天达结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太过分了 想给卓嘎道歉 说自己太过分了昨晚不该打他 他知道卓嘎也是为了这个家好 以后他戒烟戒酒努力赚钱 一定能养活这个家的 卓嘎没有说话 因为不只是以后一家人的生活问题 更重要的是他真的有谁问过他本人意见吗 他真的想再生一个孩子吗 恍惚间他又看见了 妹妹还没出家时候的样子 他真的要跟妹妹一样走上出家的路吗 他好像被命运禁锢住了 怎么都无法脱身 突然医生叫他 卓嘎连忙躲进了屋子里 医生在门外告诉他 要他放门口了 另外手术也准备好了 他随时可以去卫生所 卓嘎打开门 慌忙把东西藏了起来 考虑在三后他还是上了手术台 结果就在医生要动手的时候 达结和江阳闯了进来 达结让他留下这个孩子 江阳也说爷爷生前最疼他 希望可以留下爷爷的转世 同时被丈夫和儿子逼迫的卓嘎 留下了委屈而愤懑的泪水 他回到了家 妹妹让他跟自己一起去寺院 为卓嘎犯下的错赎罪 第二天一早他准备好了东西 妹妹问他那本书呢 卓嘎还是没有说实话 骗他说那本书他已经烧了 如今姐妹俩都斩断了情缘 准备一起搬衣服门 儿子送卓嘎上车的时候 问他是不是跟阿妮一样去做尼谷了 卓嘎没有回答 顺从地跟着妹妹一起离开了这里去了寺院 他们走后江阳也要开学了 达结带上那只老母羊和江阳 去了镇上把它卖掉 达结把卖羊的钱给了江阳去交学费 谁知江阳却说自己不想读书了 达结把他骂了一顿 让他安心读书不要操心家里的事 达结又去了百货市场 逛遍了所有地方都没找到卖气球的 因为他曾答应两个小儿子 来了县城就会帮他们买彩色气球 就在达结失望地要回去的时候 突然发现门口就有卖气球的 他买了两个最大的红气球回去 履行了父亲给儿子的承诺 两个儿子看见后十分开心 一人拿着一个兴奋地跑去玩 结果一个气球突然爆了 就在俩人争抢仅剩的一个时 气球也随之飞上了天 所有人都看见了那只飞上天的气球 目光追随着他的远去久久无法回神 电影界气球来说女性 是否有生孩子和不生孩子的权利 是遵从宗教和丈夫的要求生下孩子 还是顺从自己不要这个孩子 影片是一个半开放的结局 没有明说着嘎的选择 而那两只爆破的气球和飞走的气球 也预示着命运自由和为谁而活的道德两难